好 前立委 余天的女婿涉嫌詐騙 那麼第一時間她是震怒切割 說家人完全不知情 痛罵對方 可使不用臉 至於余祥全則說 對於姐夫的狀況 還在瞭解關心當中 而余天大女兒余守平同樣很訝異 直呼一家人都不知情 還喊話要對方趕快把外甥帶回余家 膚泄亮丸著手 甜蜜步入禮堂 余天見這二女兒余任期出嫁 還以為女兒嫁對人 不料余任期直腸癌病逝不到兩年 女士Gary曾見禁捲入詐騙案 被移送法辦 余天無奈表示 一家人全被蒙在谷底 因為過去Gary總是對外自稱 從事建築業 在媽媽的建設公司上班 但卻相當神秘 工作地點和內容 似乎就連餘院企業不太清楚 生前就對老公很常不回家 感到可疑 如今卻爆出給律師詐騙 車手頭 余天震怒不惜大意滅清 切割女婦 我們都以為她是在她媽媽的建設公司上班 實在是越想越氣 余天感嘆 余院起病事後就很少和女婿聯繫 甚至連親家母恐怕也不知情 至於余天老婆的雅萍暫時沒有回應 兒子余祥全對於姐夫狀況同樣不太清楚 還在瞭解關心中 而大女兒余小平對於Gary涉案一世 只盼望能儘快把外甥從妹夫家接回來 反倒國民黨立委徐巧新 看到民進黨前立委余天一家出事 抓緊時機對綠營開跑 我們不會用政治打擊的態度 不合理的去傷害余天 一整個禮拜加諸在我身上的 不合比例的攻擊 有多麼的荒謬而已 同時二女兒的傷痛 尚未平腐 余天女婿又爆出真 就怕背後還有更膨大的犯罪勾結 再度衝擊瑜伽以免 接著等會報道